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發生了國際大事 台灣人必須了解啊 這跟我們也非常有關係喔 這個例子可以借進中台之間啊 我今天從洛杉磯走線到拉斯維加斯 開了快5個小時的車程真的快往生了 比台北到屏東還遠 但是我在路上就聽到這個關於中共他罷國 俄國內亂的消息 普丁的兄弟同時也是負責克里姆林宮餐飲的廚子 瓦格納傭兵集團的首腦普里格律 因為跟俄國國防部高層發生矛盾 而這個矛盾已經長達了好幾個月 這次瓦格納首腦處置不忍了 在昨天發動了叛變進軍莫斯科 在宣布短短的幾個小時內啊 就擊毀多架的俄國直升機 拿下俄羅斯南區司令部 當地市長也毫無抵抗 就直接讓瓦格納接管了這座城市沃羅涅日 而在宣布叛變的第一天啊 就進軍莫斯科郊區 這個速度即便是以現代的科技來說也是非常之快 大概是先鋒部隊打頭陣 而即便真的雙方交戰這個先鋒部隊如果後勤沒有到的話 也撐不了幾天 因為打戰其實拚的就是後勤 除非你真的是騎兵 直接拿下 那為什麼進軍速度如此之神速呢? 想也知道應該是宣布前就已經同步在進軍了 並且在路程中啊沒有遇到俄軍全面且積極的抵抗 就順利的拿下俄羅斯南部戰區司令部 而除此發動內亂的名義是什麼呢? 是清軍策 這點就讓中共非常的害怕 在微博上馬上把清軍策給屏蔽掉 為什麼這一開始會讓中共非常害怕呢? 因為中共也怕打台灣的時候來個內亂清軍策怎麼辦呢? 所以現在就這樣熱搜 但是現在 除此在宣布內亂的僅僅一天啊 就收兵回前線繼續跟烏克蘭對抗 這讓原本看笑話的烏克蘭啊 又戒心起來又覺得啊 失落了一下 到這裡我們先來分析一下問題點 剛開始聽到除此叛變的消息啊 很多反賊跟支持烏克蘭的人啊 包含部分的台灣人啊 原本都以為能順利的推翻普丁 但其實不然 即便今天這個首腦 這個除子他沒有撤軍 他真的打到莫斯科跟普丁交戰 普丁也不會倒台 為什麼? 因為除子的訴求並不是幹掉普丁 而是清軍策 這跟明帝國初期朱棣發動禁難之役 的清軍策不太一樣 雖然都是清軍策 但其實裡面的權力結構是不一樣 朱棣是朱元璋的兒子 而當時的皇帝是朱元璋的孫子 他們是叔子關係 他們是有血緣親戚關係的 有正統繼承權的 當有正統繼承權的人發動清軍策 這個就不太一樣了 那這次除子進軍的策略啊 跟朱棣最後一戰 也是騎兵突襲首都南京 差不多嘛 那三國時代魏國的鄧愛 也是騎兵先鋒部隊突襲成都流禪 是一樣的 當時大部分明帝國的先鋒部隊都在前面等 等不到人 蜀國的江維那些戰將都在前線等 等不到人家發動騎兵打逆首都 有異曲同工之妙 但是我們可以發現 除此這次為什麼陸上都沒有遇到俄軍頑強抵抗 讓一個傭兵打下俄羅斯的南部司令部 你不覺得非常奇怪嗎 難道是俄軍司令部弱成這樣還是人家強成這樣子 如果俄軍司令部那麼容易拿下的話烏克蘭應該早就拿下了 可見也是俄軍中央有人不滿普丁或是俄軍的高層 想藉由這次的事情一起搞大 借刀殺人 反正我們進軍的方式都一樣 只是我們的訴求不一樣 我們就利用這次達到各自的目的 但是人家儲子並沒有想要幹掉普丁啊 經過白俄羅斯總統的調停之後 目前儲子宣布退兵 而普丁也答應解雇俄國國防部的兩位高層 那這個事情會不會就此落幕呢 我認為這還要讓子彈飛毀 因為這個事情沒那麼簡單 對於一個獨裁者來說 你發動兵變真的是容不得你的 你接受談判 你接受招安 前面先安撫你一下 等後面找時機一定找機會 找人把你取代掉 把你搞死 這是自古以來不變的道理 相信俄子自己應該也知道吧 如果 俄子真的很天真信了普丁 那後期肯定會被搞死 不論是用什麼方式或是用什麼手段 讓你剝奪軍權之後你就差不多要死了 或是讓你去執行這樣的任務 被烏軍給消滅 這都非常有可能 即便這兩位是好兄弟也一樣 在獨裁權力面前沒有親情 更沒有友情之說 這讓非常多支持烏克蘭的人都失望 很多粉絲密我希望有聊這個 說為什麼俄子在取得 俄羅斯大部分人的民心 跟這個軍事高層的默許之下 還跟普丁妥協選擇撤軍 我想說的是人家選擇做宋江 而不是吳三桂或是李志成 是因為出發點本就不同 俄子沒想過當皇帝 所以他不會是吳三桂 俄子跟普丁都是斯拉夫民族 而吳三桂是漢人 是明帝國的人 他先受委屈受降歸順大清 想要推翻滿人 這個是不一樣的啊 那現在看起來最像的例子 應該是明帝國末年的 李志成跟崇禎一樣對吧 其實也是有點不太一樣 雖然李志成跟俄子都是被逼到造反 但其實李志成也沒有想推翻明朝 自己做這個皇帝 他跟俄子一樣 他們的訴求就是 把我的權益還給我 而李志成他想要的是一官半職 最多封個王 我真的沒有要當皇帝 只是多次提議要跟崇禎談判 崇禎不接受 我不接受談判 我也不接受你招安 我就是要幫你打到王 所以才一步一步一步 讓崇禎自己做A死 讓這個李志成 一直打下去一直打下去 因為你不接受談判 我就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那其實這一部分也是 崇禎下面那些該死的大臣 那些該死的大臣就是 大家知道明朝 就是明朝末年那個 很多臣子也都是 根本就不管皇帝 不管這個國家嘛 反正大清那邊我寫個信 看是誰贏 或是李志成我那邊寫個信 不管是誰贏 你在賞我一官半職 我都可以 我何必要留戀這個明帝國呢 沒差嘛 而崇禎他自己也因為個性的問題啊 優柔寡斷 聽信小人 心中非常的自卑 所以他就把自己明朝那些 有軍事策略有這個軍事才能的將領 比如說熊廷壁 元崇煥那些人啊 起碼他們能跟清軍抗衡的將領 全給殺了 最後隨著明末少數還有點軍事才能的 孫傳廷戰死 明帝國也走向無可挽回的末路 孫傳廷戰死應該是1642還是1643吧 明帝國滅亡 應該說崇禎死掉應該是1644年的事情 所以其實僅僅一到兩年之間那很多人就說 儲子深得明星所以沒有遇到抵抗 其實不然 自從去年開始的俄乌戰爭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人站出來反對 雖然那些人也都被抓了 或是被抓去這個前線衝軍 但對比俄羅斯的人口激數 其實反對普丁的人是非常少的 鳳毛麟角 我們看到一兩千人五千人 俄羅斯人口多少 五千人算什麼 那他得到的明星沒有像李志誠那麼多 所以即便是進軍莫斯科 雙方激戰最後普丁還是不會被推翻 因為棄子不是儲子就是國防部高層 而這兩個在勾心鬥角 他們的目的也不是想要推翻普丁 那因為這次的事件發生的太突然 又細進性的轉變 現在真的怎麼樣都說不準 有可能明天睡醒又變了 真的啊 也有可能我這集影片發出來之後 你們看到的資訊又不一樣了 這都很難說嘛 而對於台灣跟中國來說 只要中國無法短時間內拿下台灣 中國內部肯定會內亂 不會拖得像俄國這麼久才內亂 因為那個時候啊 是唯一中國人民有機會推翻中共統治的時候 而中國會迎來比俄國還嚴重的制裁 現在中國沒有戰爭都捲成這個樣子 都失業成這個樣子 而聖上如果想避免掉中共降臨 或是這個中共紅二紅三叛變 雖然他把這些降臨都大換鞋了 把政治局也都大換鞋了 把前聖上的軍系都給換鞋了 即便如此 聖上如果要打台灣的話 肯定是親自指揮 因為你交給別人拖久了就會發生叛變的可能 對吧 軍權在一個人手上在戰爭期間 降在外優守軍命不受 這個拖久了對習近平來說是一個隱憂 或是現在潛伏在中共中央的那些高層 是不是司馬懿那樣或是司馬昭這樣 隱忍很久了 等最後的時機動手 我們假使真的有這個人戰術來推翻聖上 那也有兩種可能兩種結果 如果中國民間沒有配合發動政變的人 或是這個人他想要獨裁他也想當聖上 那中共是不會倒台的 只是聖上倒台了而已 那台灣能暫時安全個十幾年 那該來的還是會來 而我相信大家期待的是第二種狀況出現對吧 第二種狀況就是發動政變的人是李登輝那樣的人 這樣中國才有機會民主化 我這邊要跟一些觀眾說清楚啊 我說的中國民主化才能讓他們漸漸忘記大一同 因為很多人不認同這個說法 他們說即便中國民主了 還是很多人有大一同思想 對你說的沒錯 因為台灣現在民主了30年 還是有人想大一同 但是我們相比70年前60年前 我們這個人數的基數是不是在減少 是啊 但如果我們今天還是講經國威權 或是講介石威權時代 你覺得這個人口基數會減少嗎 不見得 那如果你不民主就不可能往這一步走 就不可能往消滅大一同的方向走 這個時間你要拉長看啊 你說中國剛民主個一年 十年 十五年 二十年 那肯定還是一堆人大一同思想 你說民主個五十年 一百年 一百五十年呢 因為中國這片土地上從來就沒有民主過 為什麼 中國一直以來都是大一同 因為只有大一同 才能讓自古以來 併吞 東夷 西隆 北迪 南蠻 這幾個民主 這幾個地區的地方 統一在一起 所以必須是集權大一同的管理 如果你不這樣 這些地區都會分裂 先試啊 前因後果 先釐清一下 千萬不要倒果為因 好 我們講回來 所以聖上為了避免軍變 政變 對台戰爭肯定是親自指揮 那講到這裡就好玩啦 只要是聖上親自指揮的 通常都是爛尾收藏 不接受反駁 無意例外 這邊的例子我就不 不用解釋了吧 看我頻道幾年的觀眾朋友都知道 爛尾的項目有哪些 最慘的 終究是中國人民 對台灣人也會慘 但慘 慘慘慘 慘不過中國人民啦 今天影片到最後結束 喜歡這個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十六見啦 掰 謝謝大家